好的,这里是罗王 媒体这个东西原本是我们生活非常需要的 因为它们给我们最新的资讯 以及一些最新科学的科普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媒体 他们为了想红 总是会标题党 标题党,这个非常的厉害 然后在标题党的过程中 它有时候里头的文字 就会非常绝妙的发生一些变化 这变化会让人们觉得 这个东西很神奇,这个东西很新鲜 但同时,有时候也会给大家造成一个 非常严重的误区,一个错误的理解 好的,那么今天的话 我给大家列出三种物种 曾经被媒体这样丑化 或者被夸张,或者被这样的捏造 或者是 首先这个第一篇新闻啊 肯定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就是北京截获,十只剑毒蛙活体 一刻毒素可杀死1.5万人 这个新闻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 而且它不仅是在网络上报道 它还有很多实体的报纸啊 也登了这篇文博 这个我很多的,包括我的家人 包括我周围的朋友 很多人还来提醒我啊 我们不要去买青蛙吃啦 不要去买那些东西啦 那东西可能是剧毒的 会毒死1.5万人 这篇文章 我们都知道 那实际上是怎样的呢 实际上 剑毒蛙根本就没有毒 哇 有些人可能觉得很奇怪 它名字不是叫剑毒蛙吗 为什么剑毒蛙真的没有毒 就这一点的话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剑毒蛙它身上的五颜六色的颜色 的确是警戒色 它的确是要告诉对方 老子有毒别碰我 但是有一个前提 剑毒蛙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它的毒素是从哪来的 它的毒素 是从它吃的那些有毒的虫子那里来的 比如说蜘蛛 如果说剑毒蛙吃了一些像蜘蛛这样的虫子 吃了以后 它会把这个蜘蛛里的毒素 转移到自己的皮肤表面 这样的话 它就有毒了 因此的话 其实剑毒蛙 它根本是 它的毒性 是根据它吃的有毒物种的量来确定的 像我们人工饲养的剑毒蛙 压根没毒 我们又不会为它蜘蛛蜘的 那么这篇文章里头说 北京结获的实质剑毒蛙 我们看了新闻就知道 它是一个商家的 而且是国外的一个商家 这三种分别是 古兰剑毒蛙 火焰剑毒蛙 和黄金剑毒蛙 那么如果是一个国外的商家 实际上 这样的商家在国外很多 他们都是合法的 他们在国外都是合法 因为他们很多国家 像我们这边 现在在美国 他们的建筑 是可以在虫物店里卖的 他们都是有正规途径 正规养殖场 都是我们叫CB个体 就是人工养殖个体 他们这些个体 从小就是被人带大的 没有经历过以外 当然这也有一点点惨 但是呢 他们从来就没有吃过什么有毒虫子 这都是确保的 因此这样的东西进过来到中国来 因为中国不允许 中国不是 他说这个这样的人工饲养的物种 有毒 而且还说毒素能杀死1.5万 一刻毒素杀死1.5万人 这个就是完全是在扯淡了 这个是真的是很吓人 让人感觉很恐怖 网上甚至有评论 我记得 网上有评论 说这个是不是国外 有人到中国来派一些内监 派一些间谍 故意要把这种毒的物种 引入中国 让中国人害怕 让中国人被毒死 这些这是国外的丑物物种 所以说 这个也不能怪大家 因为我们的确有这样的媒体 它直接 很大的媒体 直接去把这个 一个错的东西给你说成对的 那我们没办法 但是这里我也就是要告诉大家 这一条是错的 建读啊本身是没有毒的 它是通过外界读书 当然网上还有一则视频 我在搜索资料的时候发现 它是另外一则新闻 它这则新闻呢 就是专门 给你讲这个前面这个新闻是错的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好的 我们现在看下面一条假新闻 市民发现蓝色蜥蜴 手机搜索材质 竟是国家保护珍稀动物 哇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在想 它这是发现什么蜴蜴了 蓝猎 看看图 我醉了 我真是醉了 这个我相信有些人啊 不能说全部 但是有一些啊 尤其是偏乡村或者经常到野外去啊 爬山啊 旅游的人 应该见过的 这个不就是四脚蛇吗 好吧 我说的专业一点 这个东西呢 是石龙子的 那么如果说它这个是说蓝尾石龙子啊 这个物种 这个物种 真的是 太常见了啊 石龙子这个物种 石龙子是非常常见的 这种蓝尾巴的石龙子 非常常 OK 先说明一点 什么是石龙子 我们说为什么叫四脚蛇 因为它的这个身体非常的流畅 它身体非常的流畅 然后相比这条脚比较小 走路的时候 这个身体会扭动 所以有时候会感觉像是长了四条脚的蛇 但是有一点 如果说真的是蓝尾石龙子 它的确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少的物种 但是当我仔细看这张图 这压根不是蓝尾石龙子 这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 左边的这个呢 是蓝尾石龙子 真正的蓝尾石龙子 而右边的这个呢 是我们现在看到新闻上他们抓到的这个物种 有没有什么差别 最大的差别 它们身上线不一样 左边这个啊 左边这个真正的蓝尾石龙子 它身上是有四条线 而右边这个 它在前端啊 这里有两条线就合并成一条线了 然后侧面还有两个线 总不是五根线 就是五线石龙子 这是另外一种 真正的蓝尾石龙子 只有四根线 所以这篇新闻根本就是错的 也就是说 它发现的 这个根本就是一只普通四角蛇 五线石龙子是非常常见 它的成虫 不是成虫 成体的蜥蜴 是农村立陶到处跑的 有什么好惊讶的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真的感觉就是 没什么可报道的才会报道这种文章 好吧我们看下一篇 下面这篇文章是一个比较悲伤的假新闻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这个事情造成了一定的非常糟糕的影响 某某资讯 这只甲虫价值数十万 男子不过后放生了 这个新闻如果让很多人他去第一次看到啊 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很疑惑一点 这一只甲虫为什么会价值数十万 当然有的地方甚至比这个报道啊 还要糟糕 还要离谱 以鹅传鹅 从数十万到二十万到上百万 这个物种叫羊彩必金龟啊 因为这篇新闻 它在我们圈内现在多了一个名字 叫羊百万 为什么叫羊百万呢 真的很讽刺 这个物种其实是什么呢 它的确它是一种长臂金龟啊 长臂金龟它的这个工虫啊 是有一个很长的这个臂的 长臂金龟 它的总体数量就是那么少 所以这个种类的话 很多的长臂金龟都是属于啊 比较稀少的种类 其中这个羊彩必金龟啊 它是一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它在这里说的是说 价值数十万 它把这个物种最后 把这个昆虫放生了 它是放生了 但是因为这篇新闻 有多少的 尤其是像靠村民的那边人 还有一些想发财的人 专门跑到山里去抓这个虫子 这是真事 因为这篇新闻 有非常多的人为了想致富 去抓这个数十万的虫 实际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并不是那么的稀少 它是属于区域性稀少 像我原来啊 在我的那个地方 我在我原来就家乡的那一块 它那边还有很多的硕部甲 大卫部甲 那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我们那边是很多的 但是在别的地方是压根没有的 它有一些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它是区域性稀有 也就是说 它就在那一块可能会多一点 别的地方根本没有 而不是广泛分布的 这样的话 那有的地方的人 他其实抓这个东西 非常的容易 根本不是说什么 抽一个SSR 真的 它这个是非常简单的 这要看你是在什么地域 你是在欧洲还是在非洲 你这个东西 它这么多人 如果说都是在那一块 因为它这里是标明了 是在什么地区的 那好 那周围的那一圈人 想了说 好 我们这个村 我们这个城旁边的那个村 我们的这个省旁边的那个城 旁边的那个村 有数十万的甲虫 有多少人开始抓这个物种 这个物种差点就变成了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这是非常吓人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沮丧 这种采集真的是毁灭性的 甚至我们当时还看到 网上有人专门 跑到各种贴吧去卖 数十万的甲 我说真的 买啊 这个物种根本不能说有什么价格 为什么说媒体还会去把这个物种 说它数十万的价格 你说它一个保护动物数十万 你怎么不说这个物种 它如果说你抓到了 然后被警察带走了 你要进监狱多少年 你怎么不说这个 你怎么不说你的罚金 说它数十万 完全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 当然 这三则新闻其实远远不够 我们知道还有非常多非常离谱的新闻 比如说什么 抓到了几个捕鸟猪的苗子 就说是什么 剧毒物种容易造成物种入侵的也有 说什么子弹椅 一个月就可以产出几百只小蚂蚁的也有 说什么 敲甲可以母敲甲可以一次产八百个卵的 哇塞 上所视频里头说蟑螂产的卵还要多 这些新闻真的是非常多 为了博取大家的眼球 当然博取大家眼球也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也就是这些媒体 其实对这些物种根本不重视 这个现象在中国 宠物至今就有 我们在上个世纪就有一篇文章上面说 曲曲甲和虫身价八万八 讲的是日本 他们的这个昆虫宠物行业 当时就说 哎呀一个虫都要有八万八 他们是一种非常不屑的态度 看来这件事情 我们说每一行每一页 它都有它的精品 耳机我们可以买十块钱的 我们可以买几千上万的 我们一双鞋 我们也可以买二三十个元的 我们也可以买几千上万的 我们一辆车我们也是这样 一辆自行车也是这样 为什么 这个圈子我们就没有这种意识 我们就要觉得 这些物种它就是低贱的 它就是这些非常卑微的 就是应该被我们踩死的 所以这一期视频 我就是给大家讲一个这个现象 当然这样的新闻非常多 如果你们以后发现 也可以辞信给我 我以后可能还会追加一些东西 我希望大家 尤其是保护动物 我们一起努力 不光是穿衫甲 当然穿衫甲也非常重要 但是还有非常多的小动物 它是被我们无视 像硕不假 硕不假 我原来在做它的研究的时候 我们那片区有多少硕不假 是仑活被旅游者踩死 以为那是蟑螂 这是国家的几宝 不动物 我大哥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起努力 我们让这些假新闻 让它们的这些影响一点消退 让人们对于这些物种的恐惧感 一点一点消退 同时对于那些 把物种吹上天的价格 让大家去采集这种物种的形象 这种事情我们要把它制止 好的 那这期视频就这样 下一期的话 我会进一步做一些有关于昆虫 我们人对它们恐惧的来源 下一期我会列出几种 我不能确定是可能是十种 十种恐怖片里头出现过的 让人感觉恐怖的虫子 以及这些虫子的原型 在我们真实世界中 到底有没有那么吓人 好的 这里是罗王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这里是罗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B站账户 我每一周都会上传很多的 昆虫和爬行动物的饲养实况 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是对昆虫或者爬行动物 有些害怕或者不了解的同学们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账号 因为我每天每周都会进行一些 昆虫知识的科普 让大家走出雾区 知道这些我们看似身边 有点可怕 害怕的小动物 其实也是有温柔的一面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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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